大家看一下,这就是俄罗斯,这就是乌克兰,目前在腹击这发生战争 然后如果两个国家打击的话,我感觉如果西欧的国家整个都在支持乌克兰 包括连中立的瑞士都在支持乌克兰,它的弹药 如果把北极熊惹毛的话,我建议北极熊这样搞 这不是英国吗?法国和德国,三个老牌的资本主义国家 我建议在这中间扔一颗核弹 把这几个老牌的资本主义国家整个给消灭掉 或者是把它变为不毛之地,然后紧接着在这个区域 这是意大利,还有这几个小国家,也是紧紧的追随这个北约的组织的国家 在这扔一个核赞,把整个这块也让它葬身不毛之地 因为这是,看到了这是北约六十度线,这是以东南和西北方为主 所以说这一片如果整体污染的话,西班牙一定会不保 所以整排的,包括葡萄牙,西班牙,整个就会变成和服社区 整个的西欧将会葬身火害,融为一个大火炉 或者融为一个新的千尔诺贝利 紧急着欧洲,俄罗斯迁都莫斯科 从莫斯科迁都 因为俄罗斯的纵身比较长 它可以迁都到这 大家知道这有一个霍尔牧斯海峡,然后它这有一个中年不动港 它可以把首都迁到这,和中国背靠背 因为这边整个变成和服社区之后 大西洋整个都没法,都变成不毛之地 当然北非这块我们不管它啊 中国和俄罗斯背靠背 面对着是太平洋 面对着首先是日本 紧急着是美国 我们要想打仗的话,必须得遇过庞大的太平洋 如果美国的核动力航空母舰 咱来的话,中国和俄罗斯背靠背 把它葬身到大西洋里面 新的第三次亚大战 彻底把美国打服 反正俄罗斯都放弃了 把蒙古吃进去 俄罗斯和中国背靠背 哈萨克斯坦 整个全部吞并 这边的国家整个放弃 大家有没有赞同我意见的 谢谢大家 啊 回来 夏天 帮来 我 我 你 我 感谢观看